白天出太阳 晚上出星星月亮 这绝对称不上是奇怪 这是小孩子都明白的常识 可是大宝很认真地点点头 小贤贤 我也觉得很奇怪 唉 是啊 还奇怪 小时候我就发现了 这地儿啊 还是地球啊 吴州城里天气正热 此时刚过正午不久 天上的太阳散着刺眼的光芒 轰轰的热气在城中浮沉着 将所有的闲人都赶进了酒楼里 酒楼后方是一座新开出来不久的小湖 湖风借势灌入 就宛如内裤出产的那种大片风扇 只是不需要人力 也能给楼中众人带来清凉之意 自打京都多了一个叫做暴月楼的所在 这全天下的酒楼 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换上了失心风 学习起了这种安排 楼后有湖 湖畔有院 只是这吴州城的楼 湖和院 其实都是属于一个人 这个人对于吴州人来说 就有如这楼的清净 这湖上的清平 这穿行于民间的清风 无所不在 保护着 庇佑着州城里的一切 自从二十余年前 这位出身贫寒的大人入世以后 他的名字便成为了吴州城的象征 只要有他在 吴州人的日子都很好 是的 我们这时候再说的 便是那位大庆朝最后一位宰相 如今天居吴州养老的前相爷 林若府 自从林若府辞官归乡以后 以他的身份自然极少出来 与吴州的百姓们见面 便是那些恭敬如孙子般的 知州大人 执弟子之礼的总督大人 也没有多少机会能够见到他的容貌 但是他对于吴州城的影响力 却依然是无人能及 且不说影响力 这吴州城至少有一半的产业 都是姓林的 吴州城因为他贪了天下的繁华 所以吴州城的百姓再无论如何 也不会说林若府半句坏话 哪怕是那些最有热血的学子们 但是别的人就不见到 我便要为明家明着不平 九楼中 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人愤愤不平的说着 梅雨间满是鸡愤之色 不知道他是做什么行当的 但是话语间的尖刻之意 却是掩饰不住 难道逼死了一条人命 朝廷就是发心俸禄便作罢 江南之事影响太大 也影响到了江北之地的吴州境内 因为明老太君的非正常死亡 寻江南路钦差范贤的名声 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而连番动作下来 明家已是风雨飘摇 更是证实了范贤的心狠手辣 这世人往往都是同情弱者的 于是议论之中 都有些蔑视官府那一面 只是范贤自登上舞台之后 太过光彩夺目 就是监察院的黑暗 也不能烧去其光彩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在为明家明不平 而那些年轻的学生们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得到了消息 将自己的屁股 再次往天下世子领袖 小范大人的身边靠了过去 说到底 其实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满腹失滑的小范大人 会谈明家的银子 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耻笑道 明家 有什么不平啊 不过是个与海盗勾结 杀人截获的大土匪罢了 小范大人对付他们 乃是朝廷之姓 万民之福 只有你这等渔夫 才会做出这等素蠢之状 那位中年人怒意大作 一拍桌面说道 哪里又来的什么海盗 休要血口喷人 我便是苏州人 明老太君 何等样的慈悲 人已死了 怎还容得 你这黄口小儿 胡乱构写 先前与他争辩的年轻人 是吴州城里的一位世子 此时听着这位中年人自曝来路 才知晓对方是来自苏州的旅者 会有冷笑一声 挥着扇子扇风说道 此事早已在市林池中传遍 明家 你还以为真那么干净啊 倒是小范大人 敢问这位兄台 你可知道小范大人 做过何等见不得光的事情啊 那位苏州商人一愣 细细想来 发现范大人这几年间 一直在京都为朝廷做事 要说他做过些什么恶事 还确实没个说头 想不出来吧 小范大人天纵其才 实身甚正 皆春为弊案 赴北其扬国为于域外 如此人物 怎么会与你这种同袖商人夺利啊 那明家 若不是暗中行了太多人神共分之事 又怎会引动小范大人出手啊 其实这话便有些强词夺理了 不过也让那位苏州商人一时间无法反驳 只得恨恨说道 明家勾结海盗 这江南人都不知道 你们乌州人倒知道了 海盗在哪呢 朝廷怎么没有抓住 如果明家真有问题 朝廷应该明点正行的审查 怎么能用强势逼人 双方吵得愈来愈凶 声音渐渐高了起来 火气也大了起来 商人虽未词穷 却已面红 站起身来 卷着袖子 便准备前去打上一架 幸亏旁边有人上来拦着了 那位文若书生才没有吃亏 只是没有人注意到 在拉架的过程中 似乎有几只黑脚 往那个苏州商人的身上踹了几脚 踹得那位商人 AO连连 看着这一幕 酒楼里的人们都有些愣 尤其是那些路过吴州的旅客 心想争论小贩大人的事情 为什么苏州商人 却像是得罪了全体吴州百姓呢 再看了一会儿 那些旅客们更觉心寒 居然连店小二都上去踹了一掌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角落里一个桌子上 发出了一声娇喝 闹住手 声音的主人乃是一位女子 身座紧身打扮 淡黄色的衣衫 包裹着曲线十足的身体 腰盼系着一柄长剑 看来是个江湖中的人物 容貌倒是生得十分秀气 与她一桌的几个人 听着这声喊 纷纷暗道糟糕 心想小师妹又要闹事了 有些害怕地 看了一眼桌后的师傅 想将这位女子换回来 没想到这位女子动作极快 已经走到了楼中间 桌上一行人的师傅 满脸平静 年近中年 浑身上下精气内敛 看不出身前 只是有些头痛地摇摇头 对于这姑娘 似乎也没有什么法子 正在打着太平偏肘拳的几人 看来了一个多事之人 便散了开来 留下中间那个 可怜兮兮的苏州商人 毕竟这女子身边带着剑 一般的平头老百姓 谁愿意去招惹呢 你为什么要打她 那女子皱了皱眉头 贺问道 楼内的吴州市民们笑了笑 根本懒得理会她 倒是先前那位书生冷笑说道 大庭广众之下 羞辱朝廷命官 就算大人们大度 咱们这些人 难道便也打不得 侮辱朝廷命官 那年轻女子 厌恶的一拧眉头 那范贤 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楼中大华 就算那位苏州商人 对范贤多有不敬不语 但此时听着这女子 大言不惭地瞧不起范贤 也不仅有些吃惊 范贤是何许人呢 如今这天下 还有哪位年轻人 能比她的风头更盛 怎么这位姑娘 却敢如此说话呢 那位吴州书生冷笑道 小范大人 确实没什么了不起 只是这世上 再难找到 比她更了不起的人了 那位清丽女子皱着眉头 似乎觉得 欺负这些人 不算什么本事 可这和你们又有什么关系 不明白 小范大人 是我们吴州姑爷 这人居然敢在 吴州的酒楼上 说咱们家姑爷 大人坏话 你说他是不是讨打呀 吴州姑爷 范贤娶了林若甫的女儿 自然而然 便与吴州这个 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 建立起了一种亲密无间 分外古怪的关系 自林相退位之后 吴州城在京都 便没有了说话的人物 人民不多有些恼火 但是范贤这位姑爷 混得是如此霸道 吴州城的民众 自然也有些 鱼有熔烟的感觉 怎会荣得外地的旅者 放肆的议论范贤呢 苏州商人这顿打 真的是无望之灾了 谁让他忘记了 小范大人与吴州的关系呢 那位清丽女子 似乎很讨厌 听到范贤的名字 唇角微翘 露出一丝嘲讽的神色 那要如何 也不见他敢在 咱们北齐放肆 哼 原来只是仗着 老丈人的威风 落在吴州城当乌龟呀 原来这一桌子人 竟是北齐人 虽说南庆与北齐 早已恢复邦交 两国联姻 加上苦和收徒一事 正过着蜜月 但毕竟是 几十年的老仇人 两国百姓之间的仇事 并没有减低太多 此时听着这名女子 自曝身份 楼中所有的人 都露出了警惧的神情 就连那位被打的 苏州商人也自觉晦气 往地板上吐了一口唾沫 根本不对自己的 恩人道声谢 便反身下楼而去 那清丽女子出身高贵 师门又是世间 首屈一指的存在 自幼哪里受过这么多白眼 心情顿时变得极为糟糕 偏在这时 那位吴州世子大怒骂道 小范大人是乌龟 那你们那个北齐少女 算是什么 酒楼中顿时安静下来 安静的连那清丽女子 怒绒旁的发丝吹动 似乎都能听得见 那位北齐女子脸色冷漠了起来 眼中闪过一丝寒意 似乎被这句话激起了真怒 手指缓缓按上腰盼的剑柄 一股剑意逼将出来 顿时将这楼中 清风凝在了原地一般 如此玄妙境界 哪里是一般百姓能够抵挡了 那位吴州书生 只觉双腿一软 满脸害意的便要往地上跪去 酒桌之上 那位北齐女子的师长 一脸肃容的中年人 不赞同地摇摇头 说道 不得伤人 北齐女子恨恨地弃了剑柄 却是脸色变换不定 一巴掌拍过去 便在此时 一道灰影一闪 挡在了那位吴州书生的面前 桌上那位中年人眉头一皱 清丽女子一掌拍出 早已无法收回 硬生生地砸在一件硬护之上 他闷哼一声 感觉到对方身上传来的一道强大劲力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胸口一闷 被震退了 来者穿着一身灰衣 一只手稳定地挡在身前 虎口之中握着一柄长刀 刀尖正堵在地板之上 他就是用这把刀 挡住了那清丽女子 飘渺不定的一掌 清丽女子看着那灰衣人手中的怪刀 看着对方那张毫无表情的脸颊 冷哼一声 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 但心里却并不怎么害怕 自己的师父与师兄弟们 都在身后的桌子上坐着 整个南庆 只要夜流云不来 谁能将他如何 但是这一掌之亏 他却是不肯吃 一咬细牙 手腕一翻 抽出腰盼的细剑 剑花一战 便准备攻过去 谢谢大家